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在這個單元的最後 一元二次台說的最後理所當然的 我們會看到一些用問題啦 除了我們在上上一集看過的一題之外 我們在這一集再來看這一題 老師給小明一條鐵絲 讓他在牆 牆旁邊圍出一個空間 用來放話具的道具 那規定一定要圍成長方形 請問小明所圍出來的長方形裡面 他可以圍很多種 鐵絲長度固定是170公分 所以他可以圍突出來一點的 但是就會窄一點 在各種他可以圍出來的矩形裡面 面積最大的是多少 那像這樣子的問題呢 就是說你可以 你假如有辦法直接列出一元一次四的話 你可以直接列一元一次四 或者你可以把強射X 這裡射Y 那你會有一條關係叫做 這邊射X啦 不強 他的寬射X長射Y 你會有一條關係叫做 2X加Y是17嘛 就總 170 總神長170 對不對 那 沒有辦法解出來 只有這一條關係 在這一條關係底下 要求的就是 著名的面積是X乘Y嘛 對不對 那 因為這樣子一來呢 所以我們可以把Y換成是 Y等於170-2X 對不對 那 所以呢 X乘Y呢 就會是 Y乘 跟正X乘Y是 X乘170-2X 對不對 那他就會是 170X-2X平方 要求他的 極大值 要求他的極大值 可以嗎 那 所以說如果你一開始就能夠只列一個位置數 就是這裡射X 這裡射X 你可以直接寫這裡是 170-2X 那也可以啦 要不然的話 就射兩個位置數再帶進來 換掉就好了 那所以解 就是取得這個東西的極大值 求他的最大值 那他的最大值會怎麼樣呢 就配方法求極值嘛 所以這個面積本身會是-2 乘以X平方 那 X要放在裡面 所以他的 他也會被提走-2 所以他是留下了- 這個 85 這樣子 那-85的話呢 最後底下就會是 二分之八十五 然後那上面這裡就放二分之八十五的平方 所以是- 所以是- WOW 加四分之八十五的平方 98 72 722 如果你不知道我為什麼可以這樣子算出來是725 欸 那個請回去找影片標題有寫數字表的那一集 OK那你在裡面加72225 實際上你是減了兩倍的四分之七二二五嘛 那所以約掉齁 你還要再加回來 這樣 那所以最後這個答案就是 二分之七二二五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他說一圓二次函數圖形是這個 他的頂點P到這一條線是L的距離是 這個距離是 十單位 這個距離是十單位 然後呢他說A B線段相距是六單位 這裡 這樣子 他說如果今天這個圖形我把它平移到某個位置 使得他跟這個L所交的那兩點 新的兩點 我們假設我們把這個L延伸 然後我移動到這裡 然後我移動到這裡 花太胖了 OK 假設我移動過來到這裡 那這個新的 他跟他長造型一樣 只是位置換了 那他跟L所交的兩點A'B' 的距離只有四單位而已 的話 他就想要知道說那這個時候這個頂點 P'呢他跟L的距離會是多少 看起來很奇怪 看起來很奇怪 就是說這些我都不知道啊 我要怎麼求呢 那其實呢就是說 我們前面 這題算是蠻難的啦 這題算是蠻難的 但是我們前面其實有介紹到一個解這種題目的技巧 在一元二次函數裡面 的應用問題裡面 只要你看到這張拋物線出現了 那他常常就會有一個方式可以讓題目簡化 因為這些拋物線 他有三個位置數 不管是Aαβ 還是AHK 還是ABC 有三個位置數會不好解 可是呢 因為他們造型 A固定的話造型就一樣 所以我們之前就有介紹過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在一個 新的座標軸裡面 這個新的座標軸的時候呢 那個頂點就落在原點上 那這樣一來你的HK就消失了 這個東西就叫做 你只有A不知道 他是Y等於AX平方 那你說我變成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你仔細看喔 我的AB長是6對不對 AB長是6 可是他又對半分啊 換句話說 B點呢 在Y等於AX平方上 他的相對的X是3嘛 就是整條是6嘛 所以這裡一半是3 這個距離是3嘛 那如果你的頂點是00 這裡是3 3對上去 你的Y 就是這個高度 是多少呢 是10 換句話說 Y等於AX平方呢 寫在上面 他會過這個點叫做30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把A錯出來 也就是你把30帶進去 10會等於A乘以9 A是 這個9分之10 也就是我現在知道的這個A 它就是9分之10 它就是9分之10的時候呢 那一樣 他現在問你如果開口是4的話 這裡是多少 那一樣的問題就是說 它的造型都一樣 它的造型都一樣 我不一定要移動過去啊 我也可以思考 它如果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畫一條線 讓這邊開口是4 那這裡應該會是多少 高應該會是多少 又或者怎麼樣 我有再製作一個星座標嗎 它不是造型是一樣的嗎 所以在這邊的這個星座標軸裡面 它就是Y等於9分之10X 對不對 因為造型一樣嘛 所以它的A依然是9分之10 然後頂點又來到00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已經知道這裡是4了 這裡整條整條 整條是4 所以這半條的話是2 所以呢 他最後要問的這個距離呢 就是 這裡要平方 9分之10的橫以2平方 那樣會是9分之40 這就是這題的答案了 我們再畫一次圖 再去看一次 本來題目說這一段是6的話 這裡是10 那我剛剛講 為什麼我們會一直把那個 坐標軸重新畫的原因 是因為 AHK三個位置數 你其實沒有辦法多解出來 而且也回答問題的時候 有的時候不需要解出來 真正最重要的是 開口到底多大 那開口到底多大呢 這個時候為了取得這個數值 我讓他 這裡來當圓點 這裡當圓點的時候 這一段是6 那這樣子 整段是6 那麼這一段是3 這一段是3 也就相當於 b點的位置的x是3 那b點位置的x是3 它的y是多少呢 它的y就是10 所以b這一點其實就是30 也就是這一條線 我不知道a 但是我知道它的頂點在00 這一條線它叫做 y等於ax平方 它會過30 那於是帶進去求出來 得到a是9分之10 也就是說這一條線叫做 y等於9分之10平方 那現在我移動這條線 也罷 我不移動它也罷 其實題目就是要問說 那如果 那如果 如果在這上面有另外一條 橫線 使得這一段是4的話 它想要知道那這樣頂點距離這裡 到底多遠 我們剛才的做法是 就是根據題目的意思 其實是移到了某一處 但是我現在就不移 那總而言之 我還是讓圓點停留在00 它就是在思考說 y等於10 9分之10 x平方 這一段如果是4 這一段就是2 那麼換句話說 這一個點垂下來 它的x座標是2 它到底這一段會是多少 那這個問號就是這個點的y座標 也就是說 y等於9分之10x平方 它會過點2問號 然後要求這個問號 所以帶進去 那你就會發現問號是 這個9分之40 那就是這一題 是這個單元很重要的應用問題 的提醒 像這樣子的問題 也是上次的作業 某支高角酒杯 它的剖面恰好符合 某個2元1次方程式的圖形 就是這樣 這是剛好是一個2元1次方程式的 拋物線的圖形 他說倒入水後 在最深處 好 如果倒入水後 水最深的地方是5公分 也就是說現在這裡是5公分 可以嗎 好 然後呢 騎水面是一個直徑6公分的圓形 也就是說 這是6公分 可以嗎 他說如果我再一直加水 加到我的最深處有10公分的話 加到這裡 讓怎麼樣呢 讓這一條 這一條 有10公分 我就不畫了 那請問你這個時候水面直徑會是多少 這樣子 可以嗎 那其實就跟剛才 說的一樣 我們把坐標軸射到這裡來 讓它的頂點就是圓點 那實際上我另外畫一個 畫大一點 好 你看我們現在讓它呢 頂點座落在圓點這裡 依照題目的意思 當我的水倒進去 倒到最深處 距離這個水面是5公分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他說它的面 剖面的直徑是6公分 也就是這個是6公分 那依照我們剛剛所說的 取一半這裡是3公分 整個是6公分 這個是3公分 那也就是說怎麼樣呢 如果你頂點是圓點的話 這裡其實有一點 叫做35 然後他想要問說 這樣子的話 當我加水加到10公分的時候 這個面是多少 那這個面是多少 這個面的直徑的一半是這一段 所以實際上我們是求這一段 也就是 這一段好就是我們整個是問號的話 這一段是二分之一問號 二分之一問號的話 Y是10 我點來這邊好了 因為反正你的這個 是值 是對稱的 二分之一問號 換句話說 這裡有一個點 叫做二分之一問號 10 可以嗎 就這裡是二分之一問號 這個是-二分之一問號 10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要求這個 所以一樣 利用這一點 然後我現在的頂點 已經是00 所以H跟K都是0 所以我只要求A就好 所以這個寒色 二次函數是Y等於AX平方 那因為我已經知道他過35了 所以5會等於A乘9 所以 A是9分之5 那麼你所要問的東西就是 X帶多少的時候 Y會是10 對不對 所以10會等於9分之5 乘 這個二分之 問號我們這X 的平方 這樣子 那於是你就會解出來 這個就是二分之問號 就是X 會等於 那這個是 95 除過去 是五分之九十 也就是18 對不對 然後開根號是 三根號二 三根號二 那這個是二分之問號 所以問號會是六根號二 可以嗎 好 一樣是這個單元 這一張常見的問題 是這個寒洞的問題 那其實 這些問題大同小異啦 那 做這麼多題 無非是讓大家 透過重複的來看 增加印象 那其實做起來都差不多 他說這裡有一個寒洞 它的剖面是拋物線 然後 底下的寬是兩公尺 到拱頂 就是這裡 最上方 這裡 高度是三公尺 他說 如果一台卡 所有的車輛都是寬 都是1.6的話 那麼 這個寒洞 他要讓車輛通過去的時候 不能卡住 他應該要限高多少 那這個 你可以按個暫停想一下 那麼這一題呢 其實要解 也並不複雜啦 但就是 你只要把這個車子 劃進來 想像他剛剛好 剛剛好卡到 剛剛好卡到的時候 他跟你說 他的寬是1.6 那要問你高嘛 對不對 問你高 高就是這個高啊 對不對 高就是這個高 那所以其實怎麼樣 跟我們剛才 講的一樣 就是你想像有一個 全新的坐標軸 以你的頂點當00 那這樣子 你這條拋物線 一樣 HK都是0 你這條拋物線 就一樣 可以設成是 Y等於AX平方 那你把它設成是 Y等於AX平方之後呢 跟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說 你會過點 一個已經知道的 那那個已經知道的是什麼呢 那個已經知道的是 那一個已經知道的是 這裡兩公尺 這裡一公尺 所以這個點叫做 X是1 Y是 負3 對不對 就是你這裡是00嘛 這裡是1嘛 然後這裡就負3嘛 對不對 這段是1 然後這段是3嘛 那你既然會過1負3 好 那你就可以求Y 然後他等一下問你的是什麼呢 這段1.6 所以其實這一個是0.8嘛 他要問你的就是說 降0.8的話 這個是多少 那這個是多少 相當於是 我在求這裡 也就是說 我一樣把這個點求出來 來 我們先來算 Y等於AX平方 把1負3帶進去 所以負3等於A乘1平方 所以A是負3 所以Y等於負3 X平方 X是1的時候 帶進來Y是負3 那現在我的X是 0.8 0.8帶進來的話呢 F of 0.8 F of 0.8 那他會是負3乘以 0.64 負3乘以0.64 是負的1.92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這個 這個 這個坐標的值是 0.8 負1.92 也就是說 這裡是負1.92 那整條是負3嘛 所以負3扣掉 負1.92 這一段 其實是 還有這個 負的也罷 正的也罷了 他還有1.08 對嗎 所以他其實要限高 10 1公尺 08 1公尺 08公分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這個問題 我畫的有 圖沒有那麼標準 所以這段 太太短了 那我們來看這一題 鐵絲在 鐵絲 一條鐵絲的 長度總共是20公分 AB線段 是20公分 我在這個20公分的 AB線段上面取一點P 使得呢 我這個P應該要過來一點 題目說呢 這個P的位置 剛好坐落在 3AP等於2BP的位置 然後我再把AP折成一個正方形 把BP折成一個三角形 那問你這個時候 這兩個的面積核 那這一題並沒有要解一圓二次方程式 他是為了 我們這裡放這一題是為了 讓你們想像他折起來會怎麼樣 那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算 整條是20嘛 然後這裡是 3AP等於2BP 所以AP比BP其實是2比3 2比3的話呢 把這裡折起來 你要把它折成正方形 其實你要把它切四段 折四段 最後會折成這樣子 對不對 整條是20喔 整條是20 20裡面2比3 所以這一段是20的5分之2 20的5分之2的話 是20乘以5分之2 是8 所以這一條是8 這個數字都可以直接算 那它的四分之1的話 是2 所以 你折出來的正方形會長這樣 可以嗎 然後它的面積2 2得4 所以這塊面積是4 那來看三角形這一邊喔 整條是20嗎 20 2比3 20的5分之3是12 然後我用它折一個三角形 折正三角形的話 那要把它的長度切三段 最後折出來會變成這樣 好 那12切三段是4 對嗎 好 那所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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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個正三角形的面積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可以直接用 如果不記得 我們現在來算一下 編長是4 一半是2 一半是2的話 然後這裡是30 60 90的三角形 1比更號3比2 就是2更號3 然後整個 邊底是4嘛 所以4乘以2更號3 所以是4更號3 可以嗎 那所以說呢 這兩個面積就是4加4更號3 這是這個問題 然後下面 如果今天我在鐵絲 線段AB 等於20上面 取了某一點P 上面這一題就是 為了讓大家想像這一題 我在鐵絲上取了某一點P 再把APBP 各折成一個正方形 我現在兩個都是折正方形 隨著我P點所選取的位置不同 所能夠求出來的 這兩個正方形 它的面積也會不一樣 那這個兩個正方形的面積和最小會是多少 最大又會是多少呢 如果這一段是X 這一段是20-X 其實到這裡 你想像一下 如果我用它折一個正方形 這個正方形的面積是多少 如果我用這邊也折一個正方形 那這個正方形的面積又會是多少 那隨著這個P點位置的不一樣 這兩個正方形的面積都會不一樣 裡面它要最小會有多少 要最大會有多少 來想一下這個問題 好如果你有按個暫停試著做做看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細節看 這一段如果是X的話 這一段如果是X的話 那麼這裡是四分之X 因為你我們剛講你要切四分當邊長 所以這個面積呢 其實會是四分之X的平方是16分之X平方 而這裡呢 它是20-X除以4 所以是5-4分之X 它的邊長會是5-4分之X 然後它的面積也會是這個的平方 所以呢 結果呢 我就是要這兩個的面積合 所以是16分之X平方 加上5-X平方是25-2AB的話是2分之5X 加上16分之X平方 可以嗎 那於是就會有 8分之X平方 減5分之5X加25 這就是它的面積合 那很多學生 就算它有想到 也許就是你齁 就算有想到可能是這樣 但是 東西一寫出來 喔 醜 這什麼 它就可能就不會做下去了 那就可惜啦 那這樣這題它就不會寫出來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講過一次 如果下次你看到了 那 你寫出來的四值有點醜 不要懷疑它就是有點醜 那 要怎麼取得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呢 就是我們以前學過的配方法 所以呢 我要把它拿來配方法 8分之X平方的8分之1抽出來 這是一個開口向上的 這是一個開口向上的二次函數 它有最小值 當X等於10的時候 它有最小值 2分之75 所以這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那問題來了 它的最大值 屏幕還問了最大值啊 那就是說你的這個X 不止 有最小值 還有最大值 它本身X本身有限制 它不一定會 坐落在你的範圍裡面 它的X本身的最小值是多少呢 就是你這邊越來越短 這邊越來越短 這邊越來越長 X最小最小是0 最大最大是20 那所以你的這個10 有坐落在0到20之間 所以沒有問題 這個是會發生的 X可以等於10 X在10到20之間 所以它可以等於10 它等於10的時候 這兩個面積核會是 2分之75 是最小值 那如果X不是等於10 它等於其他數字的話 它最少到0的時候帶進來 跟最多到20的時候帶進來 你會發現是一樣的 就是這裡面會變10 10平方是100 100乘8分之1是2分之25 再加這邊 那就會變成2分之100 也就是50 所以它最多最多是50 最少最少是2分之75 那就是這一題 打開 是2分之15 是1分之1 1分之1 2分之2 2分之1